現在我們要做第六個Lab 其實這個Lab 主要會做 Low Balancer 亦都會玩自動加機、減機 同學要記住 其實如果你真的玩Cloud 不要玩Amazon,任何Cloud 都好 你都要懂得玩自動加機、減機、自動加機、減機 類似的服務 如果你不懂得玩這些服務 基本上你和人不懂做Cloud 是沒有任何分別的 今天這個Lab 大致上會做一個這樣的架構 稍後我們先解釋一下 這就是上一個Lab 的時候 設置到這樣的 因為幾個Lab 有關係 現在的減價考量 就把上一個Lab 收出來 所以這個Lab 都要玩很久 因為其實它又要起伺服器 要開啟資料 你見到如果你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你等最少十多分鐘 你才叫做Lab 1 其實未玩到之前 你未必可以做到一個Lab 所以你要給他一點時間 其實先講講背景 其實我們今天會做 上一次就是這樣 直接進入Web Server 今次在Web Server 進入之前 就會經過這個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的東西 然後再派一些Web Request 給後面的 Server 後面的 Server 會自動加減 當它充滿大的時候 就會加機 當充滿小的時候 會減回機 整個架構就是一個 很普遍的3-tier architecture 其實今天最主要要玩 Low Balancer 和Auto Scan Go 自動加機減機 這是重點 好了 我們現在等一段時間 照舊 也要鎖入Console 鎖入Console 其實都是要用密碼 要用密碼 要用密碼 好 現在就試鎖入 先鎖入 鎖入之後 其實第一件要做 我們要做 其實已經有一部 Web Server 正在走 好 想用這個 Web Server 做事 其實我們想用這個 做一個原種 做一個原種之後 我們就會把這個原種 變成這裏的模 複製在這裏行的 Server Low Balancer 其實最主要派一些 Job 以後都會派到 Web Server 上 其實你看看 Subnet 的問題 其實Low Balancer 其實可以在很多 Subnet 存在 不過現在的 Low Balancer 出街 叫做 Public Facing Low Balancer 上網 還有其他 Low Balancer 可以放在 Pivot Subnet 裏面 但其實現在這樣做之後 你會發現 Web Server 由 Public Subnet 移到 Pivot Subnet 裏面 其實你心最清楚就知道 入了 Pivot Subnet 之後 其實如果你想直接攻擊這些 Web Server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做 Cloud 的時候 我們的設計 很多時候 Public Subnet 都是沒有什麼 最多Public Subnet 都是放在 NAT 或者放一個 Low Balancer 裏面 好了 我們現在 今天就要加這些 你見到加的時候 還有一些防火牆 要加的 因為其實我們之後都會說一些規矩 就是 只有 Low Balancer 容許連線入 Web Server 然後 Web Server 就可以連入數據庫 你會這樣設定 Config 那麼 Low Balancer 直接檢驗數據庫 不行 全部的直接檢驗數據庫都不行 那你一層層 就是用紅色圈 然後 Security Group 隔開它 好了 現在說完背景 我們就要做事了 其實現在第一件事 我們要做 Task 1 首先我們要看舊的 Lab 我們要把舊的 Lab 電腦 化為一個 Temp Play 的模 就要做 AMI 做一個種 我們現在就去 EC2 的 Console 知道嗎? EC2 之前玩過 所以做得快一點 我們會去 EC2 Console 找一部 Web Server 那 Web Server 呢 那 Web Server 呢 其實現在是一部健康的 Server 那我等了十幾分鐘 其實它會開得很穩定的了 那你們看看 好了 那找一找 Web Server 那把這部 Web Server 呢 現在走得好好的 我們就要把它變成一個模 那其實變成一個模 用來複製呢 我們就要製造一個 Army AMI 那名字我們就要跟著 那其實呢 現在呢 就製造AMI 按一按這裡 那你可以去 White Cake 也可以 Action 也可以 那我們這次是第一次去玩 將一部正在開啟的相機 變成一個模 那我們就 Image Create Image 然後呢 給它一個名字 那名字不允許改的 你改錯之後 以後都會跟著 一邊寫一次 只願寫一次而已 然後再給一個 Description 那你做好一點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如果你的名字都撞到 你會知道 即是你分不到的機 那現在我就用這個來做一個模 那其實 現在你決定一個模 的時候 通常呢 你看一看這個介面 就是Hard Diss 多大 它就有多大 其實開著機 都可以變成一個模 即是No Reboot 開著機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乾淨一點 通常我們就會取得 Reboot 但是預設值 雖然說 預設值就會Reboot 但是如果你想開著機 來做Backup 那你便停止它 即是你都不會做Backup 但是其實你開著機 來做Backup 你就不明白 即是變成一個模 其實機正在開著 可能它有些檔案 就動來動去 搬來搬來搬去 寫著Hard Diss 你開著來做 其實它有機會 有些花花的 或者是Cash 了一些垃圾 所以通常我們這個位 都會有它 通常都會Reboot 那現在我們建立一個Image 其實稍後你會見到 這裡有一題 好了 其實你再轉頭 可能它會見到Reboot 不,不要緊 我們現在第一個動作 我們首先建立一個模 建立一個模 建立一個模之後 其實我們就要建立一個 所謂的Low Balancer 其實Low Balancer 其實就是負責 派一些工作 去給後面的電腦 總之就是記住它 幫你頂上那些電腦 然後去分工 即是用盤頭分工 給人做 中文有些人會叫做 均衡負載器 就是將Loading 派給不同的電腦 好了 現在我們要去一去 都在ECQ 介面 我們就找Low Balancer 其實Low Balancer 現在我們用的Low Balancer 就叫做Application Low Balancer 在Amazon世界裏 現在有三隻Low Balancer 第一隻 就叫做Application Low Balancer 第二隻 就叫做Network Low Balancer 就是三隻 就是CASIC 這個就不用用了 因為你要過期的了 不要再用了 只不過是舊時用開繼續用 如果你要做網站 記得用Application Low Balancer 如果用網站的信息 它就有一個Low Balancer 其實你可以做一些 叫做跟路徑 去不同的伺服器 去不同的地方 你會方便很多 而且 你可以下一些規定 可以有不同的目標 例如有幾個Low Balancer 有一個是Intraland 有一個是External 有一個是伺服器 有一個是伺服器 都可以 如果你有些特別些古怪的東西 例如我現在不是在做網站 我正在做Game Engine 我可能放了一堆Unity Game Engine 在Custer裡面 其實如果你要Game Engine Low Balancer 你就是要TCP Low Balancer 那你便要用你的Network Low Balancer 去做Network Level的Low Balancer 這個就是 大部分情況 你做網站 你都記得選擇另一個 現在我們先開一個Low Balancer 開一個Low Balancer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叫LabELB 叫LabELB 記住這個是Internet Facing Low Balancer 另外你可以說Intraland 因為其實你可以放在你的Pivot Subnet 裡面都照PiDrop 但是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 它可以選V4、V6 其實我都 其實這裡它沒有說 我們應該就照舊選V4 算了 因為我免得它的Subnet 不支持 我們照用V4 其實Listening的Port 就 月設就是80 如果你想說HDBS 你可以選Listener 那就可以選XPS 然後就是4435 但是今天的Lab做不到 因為接下來 就會問你拿證書 你拿證書 其實我們的SERT 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所以這裡你更加按不到 那好吧 那問題來了 究竟Low Balancer 在哪裏呢 先不要選錯VPC 其實你一定要選對VPC 那選對VPC 其實它都很聰明 它問你 你AZA、AZB 你都要擺Low Balancer 就是你想擺這張圖 你想Low Balancer擺哪裏 其實這張圖畫得不太好 其實這邊有Low Balancer 這邊也有Low Balancer 其實是兩邊擺 那其實是兩邊擺的 現在我們要選 Public Subnet 在A 和B 各選一個Public Subnet 你按一按A 然後你又看一看 因為我們様名的照片 改得好 所以看到Public 就可以選了它 然後也選B 那Public 也選了它 如果你選錯Private 你等一下你就玩不到 那好吧 這個就是所謂 的Low Balancer 它可以在哪裏出現 其實你可以選兩至三個AZ 最少選擇兩個,不然就沒有意義了 其實我們想拼記它 因為它沒有叫你拼記,其實它沒有說拼記 但如果我們做Amazon,不拼記它,就不太好 名字,我又會給它名字 不過它就有名字,或者叫Project Project 就是AWS Accrederm 你喜歡給甚麼名字都可以 接著我們想做一個安全設定 如果你有用HPS,這裏就會有更多疑惑 就跟你說可以選擇哪張證書,哪個 domain 而且最重要是它有一個Protocode給你選擇 因為它有一些安全設定的規則 在Internet上,Amazon就定了 其實你跟它就可以,用語切直是最好的 其實甚麼語切直呢 就是你要知道,在Cloud上,在Web上有SSL 其實現在網用SSL,用TLS 那些舊的Protocode是否支援,就要看你是否支援Bowser 那舊的Bowser,下不了新的東西 其實它這裏有些Configure Set 你可以之後用的 不過你到時有機會用到才算 那這裏今天玩不到的了 好了,現在就問一問了 我們如果玩防火牆 那現在我們選擇哪個防火牆呢,我們要看一看 因為這個其實在Cloud Formation 上面 已經做好了給你的了 因為這個Lab 應該是幫你整理了 我們要選一個Web Security Group OK,Web Security Group 這裡已經整理了給你看中間的名字 這個是NAT的,這個數據庫 這個Web Security Group 我們選這個,就剔走這個 OK,其實你選了這個之後 它就被Traffic就有Internet進來 其實是之前Web Server的群體 好,那我們就繼續Config這個所謂的Wilding 其實這個Application No-Balancer 它就可以用一個叫做Path 即是你網站可以有路徑、不同的Folder 不同的Dominion、Wilder,不同的位置 而現在我們最基本就是用第一個的Target Group 它有幾個Target的 不過我們最少要有一個Target 我們整個Target就叫做Lab Group HVS80進來 接著是指去哪裏呢 其實現在應該是指去伺服器 即是指去Internet 我們現在就繼續Config一下它 繼續Config一下它 好,我們繼續看這裏 然後這裏就Target是Internet 這裏也可以是IP的 因為其實現在的Application No-Balancer 它可以指去一個某一個Map 即是如果你指去自己的Internet 有一個IP它也可以派過去的 我們現在就指去電腦那裏 路徑就是斜撇全部 Healthy Check 我們要教一些東西的 甚麼是健康測試呢 健康測試其實就是問題來的 你如果看看這個概念 如果你派作給它 但是這部機器輕了 或者不知甚麼原因 關掉了,你沒理由派給它 但問題是你如何決定 那部Web伺服器是健康呢 你甚麼都不搞 你不設置Healthy Check 其實你就可以用Amazon的Status來看 Amazon的Status 可以看到電腦有沒有動的 即是Healthy 如果你看回介面EC2 就是健不健康的狀態 但這個狀態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這部機器可以很健康 不過那個Web伺服器是認識的 其實你繼續派一些Web Request 它不就所有的Client都倒閉了 所以你真的要決定 你部EC2是否健康呢 就不是看電腦有沒有開機 因為有開機就是有電 但我們現在要確保 那個Web伺服器能做到事 那我們就需要 其實做一個Healthy Check 然後指斷某一個網頁 或者某一條Path 即是某一條Path 現在我們正在用斜撇 即是call它 我們現在call它的Case 就是說 喂,我們呢 健康就用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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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不健康就要它三次 我們設定完之後再解釋 三次 然後呢 時間Timeout 就十秒 OK,十秒 然後Interval 它就不交 好了,那現在我想解釋一下這個setting 其實這個setting 意思就是 麻煩你 no-balancer 就很聰明 這個no-balancer很聰明 不斷叫他們 定時定後 隔幾個叫一次 每半分鐘 你和我叫我的伺服器 即是你沒有卡人 甚麼事都好 你和我叫他 就叫哪個路徑 叫車一遍 那叫他的時候 每半分鐘叫一次 其實如果連續叫兩次 他都有問題 甚麼是有問題 其實呢 你叫他的時候 你叫他的網站 網站十秒內 都無法回應到二百字頭 即是健康的status code 他就會當他失了一次 那失一次就半分鐘 然後再失第二次 即是第六十秒的時候 再寫的request 六十加多七十秒 即是七十秒 如果七十秒兩次request 他都沒有反應 那他就會被判定為不健康 對不起,三次 不好意思,三次 其實呢 三十秒三次 即是 第三 頭三十秒叫一下 接著失了 十秒內不回覆我 就當他失了 接著 第一分鐘 再叫他一下 接著又十秒回不來 接著最後 三次三十秒 即是一百八十秒的時候 他再加多十秒 就是一百九十秒的時候 三次都不能回覆我 三次都不能回覆 那就當他不健康 不健康的電腦 其實就不會收到job 他記錄了他不健康 他就會將job牌 到他旁邊的電腦 如果所有機器都倒閉了 其實 Auto Scan Group 就會換電腦 幫你加記 好了 這一個 就大致上叫健康測試的setting 解釋 你留意就是數幾多下 我們不健康 就三次 兩次做到有反應 我就當他健康 健康 即是大約 你要三十加三十兩次 即是六十 然後有十秒的時間 其實七十秒左右 開了機器 七十秒左右 我當他健康 但當他不健康 就需要一百九十秒 好 我們繼續玩 其實就是做健康測試 Target Group 斜片 是召喚 EC2 好了 現在你召喚 EC2 其實他就問 你需不需要 有沒有機器在裡面 因為我們之後 就會用一個所謂的 Auto Scaling 的方法 自己加機 減機 所以這一刻 我們不會把電腦 註冊入去 這個 所謂的 Target Group 即是他的目標 目標就是 之後就是一個 Auto Scaling 組別的電腦 現在我們不會做的 有它 先開了 看一看 Internet facing Protocol 如此類都可以看到 防火場 Helph Recheck 也對 那我們就 CREATE 你需要給它一點時間 其實暗咬的 Amazon 其實這張圖畫 就好像在中間 但其實它會在你兩個 的Public Subnet 裡面 都會用了你一部分的IP 然後就可以加了電腦 在裡面 所以你留意著 如果你發現這個Subnet 不要選擇太少IP 因為太少IP 如果這個Low Balancer 用很多信息的時候 它會用很多 用很多信息卡 在你的網頁上 其實它有很多 你便會有機會 太多信息過來 Low Balancer 加不到 因為不夠IP 所以如果你放在 Public Subnet 時 放Low Balancer 你預定一定數量的IP 平坦地 如果你是大的網站 你真的 平坦地 約六七十六 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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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Low Balancer 在這裏 就已經做到 這個Case 製造 我們現在想做一個 所謂的Launch Config 其實就是一個開機的模 其實我們之前都玩過電腦 就是要開EC2 你需要有些設定 其實問題就是 之前你開EC2的設定 你只要開一部機 但如果你想說 這裏設定 要做加機、減機 你那些設定 就要拆開兩個世界 之前一部機 你會鎖死了 幾部機 哪個Subnet 但是如果你要說 它自動加機、減機 你就要有機的設定 之餘 還要說下 究竟它在什麼情況下 要加機、減機 那些測試器 要拆開兩套 所以你個人要很相似 不過就 有一點 多了一個步驟 要拆開兩套 第一套 第一套 你要做這個設定 做Auto Scale 自動加機、減機 我們首先要 製造一個 Launch Config 即是開機的設定 好了 開機的設定 你來到這裏的時候 其實可以直接製造一個Auto Scan Group 這次它就會幫你製造一個設定 那我們就製造一個Auto Scan Group 就是這個加機、減機的群組 好 現在加機、減機的群組 你可以看到它的界面很清晰 你首先要說我聽一些電腦的設定 在這裏才要做一些普通的設定 很簡單 你把Windows、Linux、大中細碼機 接著第二個設定 就是拆開了 舊時你說 鎖死Lumber 機 你不是說開一部、兩部 但現在是不行的 你現在就要說開機 開最少多少、最多多少 你應該想開多少 以及 在甚麼情況下要開機 其實你要把這些設定 所以開機的設定 就是拆開了兩個設定 你拆死那些不轉的 例如Windows、Linux、大中細碼機 就會在Launch Config 接著 會變成那些範圍 動得的範圍 就會在Auto Scaling Group 好了 現在我們按一按 首先要製作Launch Configuration 你看到那些介面很熟口 之前開機的介面完全一樣 現在我們就要製作Launch Config 不過這次的Case 我們用的模式有些不同 我們用的模式 就是來自我們之前 複製出來的那部Web Server 即是用這一部機來做原種 接著就複製在下面來使用 好了 我們現在就選擇MyArmy 我的模式 我們第一個 就是這個Web Server的原種 我們就選擇了它 其實現在就想想要怎樣設定 選擇它之後 選擇它就是T2Micro 接著這個Config 我們給它名叫Lab Config Lab Config Lab Config 好 我們繼續按Nexe 你看到很有趣 之前這個介面是很爽臉的 之前不是很多設定的 其實是開啟多少部機 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其實你拆開了 在第二個位置調整 攪拌我們就沒有攪拌 因為遲些我們會玩 因為其實這部機器 不需要觸碰什麼SV 沒有 接著 就是開啟細節檢查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開啟細節檢查 我們那個Car Watch 即是那個鬧鐘 那個鬧鐘 其實那個鬧鐘 它會五分鐘左右 即是沒有密的 開啟了這個之後 其實它可以說一分鐘後 就有反應 因為其實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 自動加機、減機的機器 就是你想它很快就會加到機器 或者很快就會減回電腦 你要開個Detailed Monitoring 你才可以設定 1分鐘 1分鐘有反應 好了 現在我們再看看 就是記得開啟了 Detailed Monitoring 接著我們就繼續去 其實可以skip 不過我們繼續慢慢按 其實Hardisi 我不會再加的 因為其實8GB就夠了 即使用完鐘的Size 就夠了 然後安全組別 就選擇Existing 因為其實 這個CloudFormation 已經幫你做好 而現在這個 其實它也是一個 Web Security Group 其實它用了 跟LoBalancer 同一個 Security Group 其實都沒有問題 之後我可以和你追反應 這個就是Web Security Group Web Security Group 選擇了它 你可以看到 Web Security Group 就是可以給人SSH 可以給人金融 但是今次你深水清晰 就是它在Private Subway內 之後會 其實你直接是驗不到的 那我們就 Review 今次少了些東西 沒有開機或選擇鎖匙 現在不會住的 按多一下才會 以及設定有一半 會去到別的地方 就要保證你 因為你開了SSH 全世界都可以 但你現在做LAP 就沒有問題的 我們按一下 然後鑰匙就要買了 雖然我們今天也不會 鍵入這部機 今天也不需要特地 鍵入這部機 那麼第一部分的設定 所謂Launch的Configuration 就完成了 因為其實你也是要說下 大宗細碼機 Windows、Linux 用甚麼尺寸 但問題就是 之前我們鍵入了一部機 兩部機 但現在就要它自動加自動減 所以變成機鍵就不同了 就要拆第二套 叫做Launch Config 之後就要有一個 Auto Scan Group的設定 Scaning Policy 逐件設定 我們現在的Group名 就叫做 LAP的Scaling Group OK? LAP的Scaling Group 這是一個 你要講低 怎樣加機 怎樣減機 接著問就是 開頭幾部機 開頭要用兩部機 因為其實你 靠上面 你記住 你左右一部機是基本的 因為其實 一刻一塌的時候 你還有一部機 所以其實你開波 你用兩部機 其實是對的 記得不要選錯 好意思 因為你選錯就玩不到 然後問題是 你的機器 你想著它是哪個Subnet 你看看其實就是 PyFat 1 PyFat 2 其實日後我們會再做複雜 你的Database 會選擇多個Subnet 好了 我們選一選 PyFat 1 再選一選 PyFat 2 現在 那些電腦 就會全部 在這兩個地方加減 好 接著 Advanced Detail 我還要看一看 Advanced Detail 就是跟你說 我們怎樣做健康測試 這個很重要 OK? 這個很重要 因為剛才也說過 雖然你的Low Balancer 是在叫做健康測試 其實Low Balancer 的健康測試 你要明白 他的決定 只不過是跟你說 如果你是壞了 他就不傳東西過來 他不會做其他事情 他不傳東西過來 那部機器仍然放在這裏 那部壞機放在這裏 那又是浪費你錢 其實我們在Auto Scan Group 做現在一個 看健康測試 我就問他 Low Balancer 如果你說他死了 我幫你換掉他 或者你說不夠力 我幫你換掉他 其實現在的健康測試 我們就會 講明他 從Low Balancer過來 然後 我們的Low Balancer 就是從Target Group來檢查 記住 這個舊版的Low Balancer 直接叫 但現在是Target Group 我們認識了Target Group 然後 Healthy檢查 沒有人用EC2 剛才我都解釋得很清楚 這個其實是假話事會 想一下就知道 電腦有開就叫健康 電腦雖然有開 不過他沒有開網路伺服器 他是不是很健康 他甚麼都做不到 那他們一定是用Low Balancer 剛才設定了 是要叫他 每30秒叫一次 連續叫三次都回覆我不行 即是180秒 再加10秒的時間等 即190秒都沒有反應 三次不行 我就判他死刑 那判他死刑 剛才判他死刑 這裏就首先不派事給他做 但Auto Scan Group 亦都問Low Balancer 那如果他死了 那我判他 判他 判他便換一部新機 好了 我們現在這裏就做到這樣 記住你都要Enable Detail Monitoring 即是你都要付錢 那你Enable Detail Monitoring 才可以做到逐分鐘 你全部位置都要按 否則你隨便一個位置 按少了 他便會五分鐘做一次反應 好了 現在這裏看一看設定 那就OK了 大致上沒有問題 其實這裏就會跟你說 會不會想說 有些個案可以Debug 記住,可以Debug 你可以說加完機器之後 有時本來是判掉了機器 其實有時判掉了機器 有時你也不知為何解釋 即是判掉了 要怎樣追回問題 有些機器不斷開 不斷開 通常你發現有時 你就立刻按了這個 它便不會Scale In 它會加機 但不會減機 有時你便會進入問題的機器 你便會檢查一下 然後 這些是Amazon的權限 這個便是自己選擇了 其實這個便是 Serve-based-linked role 的意思就是 你想想 你要給Low-Balance 你給你的Auto-scaling 有一個權限 用你的Amazon帳戶 去加你的電腦 去減你的電腦 其實你暗下 即是給了錢包 它預設職 其實便會做了一個 role 其實你可以隨時改 剷走它 不過現在Serve-based-linked role 就比較好 它便不會那麼容易剷錯 因為之前有些人會剷錯 好了 我們再加上Scaling policy 問題是 我要開幾部機器 現在不說 這個設定 剛才我下了2 你下了2 就永遠有兩部機 這個便是打不死的設定 有時我們希望 那個Custer 永遠有一部機 我們會設定它 用一部機 然後再解決定 解決定 其實你用一部機 解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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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永遠都會有一部機 如果你現在說 二而打死它 它便永遠都有兩部機 那哪一筆特性 如果打直整個AZ 倒了 那這裏便會有兩部機 那轉頭 其實如果這裏開得回來 它又可能殺了一部機 又會在旁邊開花 那它永遠都保持兩部機 給你 那這就是預設職 但這件事 是幫不了我們 因為我們很想做到的能力 就是當人多進來的cloud 供應中 我就會加機 那我們要設定 這個scaling policy 那我們就想一條 rule 去決定它加機、減機 但你記住 這裏和你的銀包很有關 你要適當地加、適當地加 即是多人就加 沒有人就適當 那我們要看看怎樣設定 那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最多去到六部機 第一件事 最多去到六部機 第二件事 我們要設定一個規矩 究竟它怎樣會加機 那這次我們用了一個 CPU 的方法來決定加機 即是Hard Disk 即使用得很厲害 我們加機 那我們現在的Avray 的CPU 就可以看回介面 我們呢 就增加一個尺寸 我們要調整一下 那這裏 OK 那這裏 Target Value 好 那我們現在先按一按這裏 OK 我先按一按這裏 你按一按這裏 其實這裏是簡單的步驟 和複雜版 你按了它 其實如果你平均 這個舊式玩法 就會行一個很簡單的 你每個CPU 都會多 然後它就會加上去 但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複雜 不如我們先看看 我先看看 先按一下步驟 Osterning Group Sample 我們用這個複雜版 這個就更好玩 因為其實這個個案子 你可以先看 第一件事我先加一個Alarm 我們先加一個Alarm 現在沒有Alarm 按了個按鈕 加一個Alarm 加一個Alarm 就要選 你要選一個Case 就是看平均的CPU值 大於65% 現在我們先加一下名字 好 我現在先加一個名字 好 加一個名字 加一個名字 高CPU用量 65% 1分鐘時間 好 1分鐘時間 其實現在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所謂 Auto Scaling 服務 它都要問問題,究竟何謂加機 其實我們會再用第二個服務 叫 Cardwatch Alarm 鬧鐘 現在設定鬧鐘,我們會設定平均 CPU 使用量 一分鐘之內,高於 65% 就會響鬧鐘 響鬧鐘就會叫 Auto Scaling Group 幫你做些事 它做些甚麼在另一邊設定 現在先搞定鬧鐘 但是在鬧鐘時,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我想不想鬧鐘響,發電郵給我 其實這裡可以按一按,可以發電郵給我 或者SDMS 手機全部都可以 或者 Call Lambda 都可以,全部按你做 不過問題就是,這個沒有權限 我們不要玩太多東西 那麼你揭走它 其實現在設定了平均 CPU 高於 65% 一次維持一分鐘 但是一次維持一分鐘是甚麼意思 如果你說一次維持一分鐘,即是一分鐘的鬧鐘響 但是如果你這樣寫兩次,一分鐘 其實它每分鐘檢查一夜,連續兩分鐘都會炒 其實它就會向鬧鐘響 由於今天做LAP 我們比較敏感 一分鐘我們就著了 如果不然我們九排等 好了,其實第一條 rule 我們就是將 Group Size 增加 OK? 增加 Group Size OK? 增加 Group Size 那麼我每 65% 的時候就加一部電腦 OK? 加一部電腦 那麼接著呢 這個很重要的 同學,這個很重要的 有時候你記得要設定大一點 我講個現象給你聽 你現在正在推動電腦 你現在正在推動電腦 你沒有理由幾秒鐘推動電腦 你多快就不能推動電腦 Window 會很慢 Linux 也好 如果你有多時間,它都會推動電腦 如果你一推動電腦 就立即做 Healthy Check OK? 你一推動電腦 一推動電腦,你便健康測試視力過去 接著它要兩分鐘才推動電腦 你想想就知道 兩分鐘幾分鐘,剛才說180秒就消耗了 即是三次的60秒就消耗了 其實你的電腦還沒推動電腦 你便消耗了它 你不停開機、關機、關機 你的銀包就很貴了 行不行? 雖然現在Amazon 電腦 說到一分鐘就收錢 但每分鐘收來 其實都是用的 開一下關機,你都會用的 所以你謹記這處 這個設定,你很細心想想 有時候要大,有時候要小 你越大,其實電腦時間就會越來越長 問題就是,如果你設定到它很大,如果真的要頂佈頂的時候 你一個小時,其實機器都倒下來了 你不做不定的 所以你要合合理理,調整這個數字 OK? 其實我們做多一點 這裡可以做一個,就是說 跟你說,現在65%加一步 我想做多一個步驟,這個可以給的 我們就想做,我改改它 65%加一步 不過,如果我被人攻擊 一次過已經上到CPU90% 其實你想想,如果我被人攻擊90% 我加一步,就會倒下了 其實你已經可以加一個斜線地操上去 炸得越厲害的時候,你加的數字就越快 其實這個我記得是按到的 我們也是說回來,我們需要60秒來設定機 我們玩Step Version 用Step加機,炸得你金的話 其實稍後我們一炸機,其實應該會90% 所以你應該要一次過加兩部機 好了,那你記得你加完機 你一定要設定,就是減機的 因為如果不是你的電話號碼就很貴 有上沒有下的 那上和下呢,你要小心了 現在我們先做一個新的鬧鐘 這次的鬧鐘,你記得反轉它 記得反轉它 你小過多少%的CPU要減機 小過20%,即是沒有人到 OK,沒有人到 接著呢,維持時間 由於展示沒有關係 我們都是用1分鐘 1個period,這樣就很快了 接著呢,就給它一個名字 就是低CPU容量 低CPU容量 同學,這個設定是做LAP做的 你如果自己做事的時候 你記得不要這樣設定 我只是不收電郵的 因為今天按不到 你這樣設定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你經常開,經常關閉 不是那麼好的 你開機,就應該開快一點 但是關機 雖然跟你說,現在不是短鐘計 現在是短秒計 你不用關得那麼快 因為可能有些人 在運動,這樣會搓搓搓搓搓搓 如果你一有人進來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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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再小一點,10% 我就關掉兩步 這樣也可以用步驟來做 開機來斜線地關機,也可以交到步驟 我們現在用了一個鬧鐘 同學,你要明白要調好鬧鐘 我們亦有一個叫做減一個尺寸 減一個尺寸 接著, instance when type 就是20 CPU,我改了一個程度 其實是20,10% 的時候比較多 我按了一下,你喜歡可以跟進去做 我改了一點,不過你改一下也很滑 現在可以去的,有兩條條路 其實我們還可以加一些條路 不過其實先用兩條條路 因為其實可以看CPU,看網絡 你可以看HC,可以看很多問題 你決定加機減機,可以做到很複雜 好,我們現在就安裝了一條條路 現在安裝了一條條路 其實我們的權限應該沒有 要不然,其實這裡很好玩 你可以說,發電郵給我 加機,發電郵給我 產機,發電郵給我 發電郵給我 發電郵,發電郵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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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郵,你可以全部做到 但問題是,這個程度不會讓你做 接著,打電郵 那是好的練習,一定要打電郵 就是代郵,這次是代郵名 隨時代郵名,還有一條行為 然後再發電郵 接著,對郵名叫WRB 就是WRB的代郵 接著,淵了所有的機能 所有交易的交易都在淵 其實這個很好的,因為大陸要分配 所以,通常from 我們一定要跟預告跟領工程序 可能這個是AWS學校 而我先說是AWS學校 用多少錢 加上所有交代機 那裡標蓄 大致上設定就是對的 我們現在就建了Auto Scan Group 就是你修正就按這個按鈕 其實現在的標籤就叫做大致上做完 因為你看看就知道我們有Leal Balancer 會派一些活動 說明派這條領工程序 打擊群就只有一個 接著它會加機、減機 會搏數據庫 搏數據庫之前的母 應該是 Carl Formation Carl Formation 即是是 Army Army 複製的時候 應該已經連到數據庫 複製了過來它也會連到 好,我們現在就等一等它 等一等它 這個 Close 那你看看吧 我給你一些介面看 現在我設定了最少兩部機 期望值兩部機 期望值兩部機 我們現在看介面 現在看介面 就看回IN 我教你看看這裡 其實現在的電腦有幾個號碼 你是很緊要知道的 第一個號碼就是 現在有幾部機 現在有兩部機 接著呢 期望值有幾部機 期望值我們就 剛才設定的就是兩部機 接著最多最少 這個號碼就會動的 行不行 其實期望值會根據剛才的 Cloud Watch 的 提示器 即是看CPU 的情況 期望值走到 此支溫度計 這樣搓上搓下 多些機器 減些機器會轉 其實那個Incent Sumber 就會追著期望值去走 這個就會動得快些 這個就會追著它 其實到了頂部 它又不會再加機 或者到底部 它又不會再減機 大致上這些就是 那個Combine的設定 其實呢 我們剛才說過的 Q-Down Period 我們已經看到了 如果你想過的 也可以 即是如果你說 我突然間 我知道我今天被人炸 那我想什麼事 便會上到 20月 想到你極限 然後你極限 你要問Amazon 因為每個帳戶都不同 如果你要多些機器 你要發支援支援支援 它會加機器給你 可以改期望值多少機器 最多的機器 最少的機器 在這裡可以改 很多設定都可以改 但是 Auto Scan Policy 其實你可以加 可以改善可樂器 可以再加 現在只有一條 剛才說我可以再加 我可以加一些可樂器 我剛才說CPU 我現在可以再說 RAM 不是說Network 其實除了說CPU之外 你講No Balancer 其實這個比較普遍 你多些人的連線 就加機 因為其實你看連線 多客人便多連線 多連線便加機 或者看Network Traffic 很多人連線 進入Network那邊 其實這些都是普遍的 反而CPU就是兩題 這裏其實你可以加很多條路 去決定加機減機 即是你可以看CPU 看RAM 看性 不過你設定的時候 你小心點 可能會有Conflict 它們會坐下坐下 好 那就是電腦 Ensence 這裏其實就是 Auto Scan Group 有關的Ensence 其實現在Total 就加了兩部機器 其實Total 我們就會有四部電腦 四部電腦 因為我們舊的那部 沒有那部 用來做Army 製作的沒有那部 和NAT 加上這兩部 用來做Loading的機器 其實Total就會有四部電腦 好 其實我們準備試東西 試東西 其實我們就可以 找個Load Balancer 找個Load Balancer 去試東西 好了 那就看看 現在應該在Load 還在Load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試 找Load Balancer 你會發現 找一下左一下右 你按一下 它會一下左一下右 一下左一下右 輪著派東西給它做 接著呢 我們現在做的事 就等它滾一滾 其實現在 開了兩部 就是 從那個Load Balancer 即是從那個Auto Scan Group 開了兩部 但其實它現在在滾機 都還沒有 過了Healthy Check 你可以做 這個你可不可以 連線直接去看嗎 或者你要問一下 問題 它在PyFest Subnet 你現在打這個IP 根本就無法出門 所以你連不到 你一定是透過Load Balancer 來看它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 想試它 你就要回回Load Balancer 因為我剛才很無關的事 回回Load Balancer Load Balancer 其實可以有很多個Target Group 其實我現在可以 一些介面給你看 因為其實我們剛才說 可以整個網站連 可以某一條路徑 或者轉了一個Dominion 能夠轉了一個Dominion 能夠轉了一個Dominion 就有一個連發 其實這裡 我們可以 回覆眼看 就看到現在是紅色的 等等 因為其實你不習慣 Eliops Config 玩不到 其實我們有一個Listener 我們有一個Listener 指著80 然後去這個Target Group 其實可以有很多Listener 很多Target Group 例如你可以說 我現在想轉成XPS 然後是443 443 你可以去另一個Target Group 但是現在你們知道 我們玩不到 OK? 我們玩不到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證書 我們可以試試 按給不給 但應該不給了 不可以按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說好證書 那Amazon 你做SSL不用錢 因為它包你的 你開Load Balancer就行了 其實剛才說Target Group 我們可以再看看 其實你可以做得很有趣 可以做得很有趣 你可以作出幾個Target Group 就像現在這樣 剛才這樣說 是MyData Center 可以嗎? MyData Center 可以嗎? 你可以指過去 接著 這個你可以打IP 這些不是BPC 你可以打出去 你可以打出去 不是 打到BPC 對不起 其實這個不能播出 不算 應該是這樣 其實你可以有不同的Target 例如 Admin Admin 你可以做一個路徑 Admin 試一試 你可以有很多個Target 指去不同的伺服器 不同的路徑 不同的路徑 不同的Low Balancer 如果你有另一個Target Group 你會有另一個Target Group 可以隨時移動 指去別的路徑 也可以在Low Balancer 我剛才說 我想加一個Low Balancer 我想加一個Low Balancer 我想加一個Low Balancer 也是選這個 接著這個POP 你可以指另一個Target Group 你可以調整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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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指它在其中 OK 但是防火場沒有開 所以它跟你說 你無法認識 放一放一個防火場 就沒有開 你可以指它在其中 然後 其實是 Listender 可以這樣玩 然後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刷出它的東西 你可以 現在可以 排IP給你 可以轉IPV6 我們不會用IPV6 好 其實現在試了一會 想和你按一下 這些都沒有所謂 這些都沒有影響 放在這裡都不會壞 我們現在最重要 就是看看Low Balancer 玩Low Balancer 其實它有一個DNS牌給你的 有DNS牌給你的 你拉低一點 你的DNS 可以按一下 有一個公仔去Copy 公仔 Copy 了它 Copy 了它之後 其實Low Balancer 它不是行IP的 即是現在的Copy 因為它用了DNS牌 它後面可能有幾顆IP 都可以 所以 現在這裡 它大致設定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可以試試看 Low Balancer 貼下去 現在我們開始做實驗了 其實你現在看到它在Low 因為我手機的Network比較慢 其實現在試試看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鎖它 按一下 我們可以鎖它 因為有一個按鍵 它就會鎖到CPU 鎖到很高 它會超過1 即每一部手機 走一下就會100% 現在我先去Low 好了 其實現在就是第一部手機 你看著 AZA 可以嗎 AZA 56尾 當你叫多一下 這次它就變成96 去到B 再叫多一下 應該會回到A 一下左一下右 看到嗎 其實這裡有個小 叫Low Test 其實你一按 那部手機 就會爆了CPU 爆完A 就會爆了B 我們其實可以看著它爆 現在這裡 你按一下 按一下 然後我們看CPU 按一下 按一下 其中一部 按其中一部 按其中一部 接著有一個螢幕 因為權限上 它應該有給我們看的 你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 放大 現在這裡 放到盡 其實CPU 你已經看到了 CPU 是只有0.幾% OK 我們現在炸它 我炸完兩部機 可以嗎 我炸完兩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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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兩下 一下左一下右 那現在 我現在 第一次 炸這部B 我現在把這部... 我按一下它炸這部B機 先的 一按 好 接著 Refresh 然後我們可以看平均CPU 同學 你會問一下 如果一部機是100% 那麼兩部機 所以A是一部0、100是5050 所以我们可以再重新一下 看看它是否能采到B 放到B 先放到头版 可能不是刚才重新的招式 A 看看再 review 其实我已经把他炸掉了 总之我两部机都炸掉了 其實是 100% CPU 了 現在桌仔要看一看 其實這裡是有一分鐘延遲的 因為它設定了一分鐘,它也不太快 決定一會之後,它的鈴鐺就會開啟 因為現在我兩部機器正在走 我兩部機器正在走 如果兩部機器,剛才已經按了幾下 其實兩部機器可能會開啟到 100% 你過了一會之後 你會看到Auto Scaling Group就會做事 就會幫你加電腦 然後你再等它,讓它的電腦正在炸 它炸完之後 其實它又會減回充電 它又會慢慢加上電腦 如果你想試,你可以這樣試 可以這樣試 好,第一件事,你可以炸它 你等一等,炸得很金 還有一些可以玩的,就是 你去救電腦,可以嗎? 可以殺電腦 你現在只可以殺 App Server 因為剛才你問的問題就是期望值 期望值 我們有一個期望值是要幾部機器 如果我真的在任何情況下 我無疑有一個AZ 弄了 我無疑有一個AZ 弄了 你選一個AZ 弄了 它就會在旁邊的AZ 開機 我現在看看AZ 弄了 因為我已經炸了兩下 其實它的AZ 弄了 就快有AZ 弄了 因為要等一分多鐘 不過機器是慢了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 Group 有這個 Group 看到期望值增加了嗎? 期望值本來之前是2,現在是3 其實你一變成這樣 你又可以看一個 活動歷史 即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它就會發現 喂! 錄影大了 立刻幫你暖暖新機 補一部新機 因為CPU 很高 CPU 很高 我等於按了兩次 接著 你又可以看看 究竟是甚麼機器 其實現在 會由兩部轉了三部 其實現在的健康是不錯的 我再玩 我再炸了幾下 OK 現在我先回頭版 回頭版 現在有一部鬆A的 是0% 我再開幾個Bowser 一起炸 我教你玩 你吸了它 吸了它 接著這次應該派第二部 再吸了它 扣三次 扣到一對 這部有100% 即是剛才撞中了 狂感 這部有100% 其實你現在想想 100% 100% 即是200% 即是兩部充電 即是第三部充電 即是第三部充電 也未足夠的 所以應該補足四部充電 但現在這部充電 我又可以 即是開過四部充電 會員 看到第四部充電 因為它應該要 玩到尾 它需要四部充電 期望值得是三 好了 現在我看看這部充電 有空間 期望它會弄到五 期望它會弄到五 因為剛才炸得那麼金 其實它應該會 有兩部充電 除光雲條數 一定超過65% 分八九十 我現在再炸 再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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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部充電 我再炸它 然後再炸 其實現在全部充電 已經炸得炸 了 你看到 那部充電 就很 弄到它 慢慢變成 五 轉頭會上到六 然後你可以放下 它 放下一個充電 走一個圈 然後它在充電 按一下 它就會放下幾分鐘 100% 然後轉頭下來 它會把它關掉 但是現在 我想做一些更狠的事情 就是 我模擬回電腦 有問題 我把充電 我把充電 打了它 可以嗎 我把充電 一、二、三、四部充電 炸得很金 應該有五、六部充電 我將充電 再放上前方 應該會保持到充電 我現在做了一個實驗,就是殺電腦給你看 我殺剩一部 殺光都可以,總之是殺電腦 因為期望值現在是五部 如果你殺四部,它會補回四部給你 如果期望值現在是六部,你殺五部 它會補回五部給你 總之它會追著期望值來擺放 它會盡量把電腦放到平衡A一個,B一個 如果你三個鬆A,B,C,就除回雲具 它會盡量令你平衡 這部機器也是中了100% 它還有反應 不要緊,我們現在就殺電腦 殺了它 這部機器也很猛 這部機器也差不多完成了 因為第一個步驟就是把電腦放進去 把電腦放進去,令電腦放進去 令電腦放進去 然後把電腦放進去,便會減進去 最後試過,發現了意外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整個Amazon的資料中心 不停電,大雪來大大風雪 整個國家都停電 你沒辦法不倒閉 倒閉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做得到 它的效果就是補回電腦 電腦很慢 我會一回覆 我們現在可以做得到 因為現在 你的位置可能會做得到 因為現在 現在呢 這個介面 經過一段時間 就可以解決了 現在的介面 現在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有很多部機器 我已經解決到 該怎麼回覆 我應該不拍攝 因為我可以炸它 炸得很厲害 OK 現在我現在可以把電腦放進去 我直接狂炸它 而現在我想試一下的就是把電腦關掉 我現在要把電腦關掉 把電腦關掉 不,因為可能這個 Chrome 好吃RAM 我想要把電腦關掉 所以我先把電腦關掉 因為它會狂熱,令到機械不起 我現在可以選擇吧 我選擇幾個電腦 我選A,選B也可以 所以我就隨便,在測試電腦 總之我按了幾下 我把電腦關掉 我把電腦關掉,只剩一部 我一會完整 全部都已經把電腦關掉 然後最終把電腦關掉 所以就把電腦關掉了 一次過測試電腦關掉 我們解鎖了它之後,給了時間,它正在殺 我們要看一看,當你解鎖的時候,Auto Scan Group 便會立刻做事 因為其實暗隔的Auto Scan Group 會監視電腦是否健康 即是剛才說,ELB 會監視 但其實你用這種解鎖的方法,它在暗隔下看到 Amazon 的因素都關掉 它會看到期望值,以及你現在有的電腦的值,即是設定的價值 以及你現在正在行的EC2號碼,是不合格的 它就會補回正確的號碼給你 我們等一等,因為Bowser弄得很慢 或者我停一停這段影片 不然我開始錄影了 啊,錄影了 現在你看看,就是期望值和因素數號碼 但因素數剛好被解鎖了 它很快就會不健康 它很快就會不健康 其實現在是6部,我解鎖了4部 它會立刻補回新機 Termin 還未選,因素數還未選 我們會看到介面 就是期望直錄補,補回上去 即刻開新機器給你 其實它會... 你看到它現在的號碼是8的 因為其實有幾部是正在散的 又不一定正在散 所以你真的要留意 Auto Scare 連加些減機 要看你的價值 如果你有太多機器 其實Amazon 不會讓你開 你有一個叫做可以開多少機的階段 我教你看 其實現在正在錄影 你看到如果你看Ensense 即錄到很慢 Ensense 剛才剷了機器會死光 然後它會立刻把剷了機器補回 因為現在要有6部機器 其實我剛才剷了4部 就立刻加回4部給我 你看到新的電腦 在Status 上 停止了一堆機器 接著在溫靈 就有一部份機器補回 其實你會看到它會平衡 平衡和平衡和平衡 到最後想看看階段 即剛才跟你說過 加機減機會不會有上限 當然有的 因為如果你預設開Amazon 帳戶 它會怕你被人欺負的 其實你會看到 你每個Vision 最多開20部機器 不同尺寸又不同的機器的數目給你 如果你要真的開多一點 你要發射一些消息 或者你用一些超強的機器 你要早點發射那些電腦 給它說要上用 它很快就會回復你 其實大致上 Laptor 已經完成了 可以看看 其實沒什麼玩的 玩完了 給它錄影 暫時關掉機器 把它補回 其實這就是Amazon 上 最有價值 或者是用Cloud 用Cloud 你一定要懂得設定這些 任何一款Cloud也有這些東西設定的